小魔女一个人一直自嗨到凌晨三点半左右才睡着 第二天一大清早时 她立马就醒了过来 尽管只睡了几小时 她还是活力满满的样子 起床简单地洗漱一下 这一次回城市 她不会再回之前待的那个部门了 她要去顶楼承袭制的办公室办公 反正秦光森说了 只要她的设计图能够令客户满意 她不去装修工作室做班也是可以的 而且她都已经觉得自我牺牲成 要和左汉华交往了 怎么能不把戏在眼的逼真一点呢 而在另一头的城市集团 承袭之是没想到 承翘翘的动作竟然会这么快不说 她还竟然冲她要求 要和她在同一间办公室内办公 谈恋爱都能做到这个地步 恐怕也只有她承翘翘了 而承袭之就她这么一个妹妹 才敢在自己面前这般放肆和任性吧 实在不是她小气 也实在不是这间办公室容不下 承翘翘这尊大佛 而是这办公室内发生了不少少而不移的画面 而且太频繁了 她怕带坏承翘翘 所以经过她慎重的考虑 她果断拒绝了 然后趁着小魔女还没发飙之前 痛快麻溜地拨打了内线电话 是以邹浩赶紧过来 小魔女还是很生气的 可是一见男人打电话给邹浩 顿时所有的怒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灵通的猫眼 滴溜溜地转动几下之后 她咬唇强忍住了奔涌而来的喜悦之感 许是昨晚上没休息好的缘故吧 邹浩来时的声音听起来很是沙哑 大姐姐好 张总 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这段时间就让翘翘和你共用一间办公室吧 曾浩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 站在那半天都没反应 心里想 大小姐要和我共用一间办公室 这是绝必不可能的事 我刚刚一定是出现幻听了 可是大老板的眼神那么凌厉 是怎么回事 也非要听我一个答案的样子 是怎么回事 演唱会